台中大安滨海樂園 玩家一個個站在浪板上 靠著鋒利享受速度感 一名55歲張姓男子 也到這裡玩風箏衝浪 沒想到竟然意外落海 在海上漂浮9個小時 來 救護車 可以嗎 消防機海巡夜裡出動 在漆黑的海邊找尋落海男子 直到晚上將近10點左右 有漁民聽見海邊傳來呼救聲 趕快上前查看 發現就是這名蟲浪玩家 沒想到他竟然從大安海域 漂到了大甲溪出海口 大伙趕緊將他拉上岸 幸好他意識清楚 已經檢查有失溫情況 身上無明顯外傷 泡在冰冷海水中男子失溫 被人包裹著棉被送醫住院觀察 因為跟前面的船 就是斷失去那個斷 然後在海上漂浮 抱怨說喉嚨痛 那可能是因為衝浪 他一直降到海水的關係 男子玩風箏衝浪 沒想到玩到落海漂浮 從白天漂到晚上 命大最終漂到岸邊獲救 結束9小時海上禁魂季 記者韓知悉王世函 台中採訪報導 字幕가지 倍 inadequ 跟階振 賤 祝禅 輔給 熱寶